10月15日星期四 九哥晚报 美国的长债息酝酿向上 会如何影响大选前后的美股走势呢? 星期二晚报提到长债期货 ZB在200点平均线那边波动 会不会代表债息有机会上涨的新趋势会形成呢? 如果债息涨又会如何影响股市呢? 有些数字给大家看看 首先来看美国的10年债息用月线图来看 在我们大概过去15、6年 看到10年债息会从5厘以上跌到1厘以下 这其实是一个长期的下跌趋势 我们这里有两个10年债息的走势图表 和其他指数的关系 可以看到左边的图 蓝色的这条线是一些标普指数 红色的这条线就是10年债息的图 其实可以看看在过几个月的股票反弹 10年债息是没有动的 大概是0.7%那里 右边的就是红色的线 就是通货膨胀预期的指标 在3月的抛售时 曾经创了1.5%的历史低点 就开始涨了 现在涨到大概2%那里 通常我们的股票走势 或者通货膨胀的调期 这些红色线 都会跟10年债息同方向波动 如果现在股票和通货膨胀预期的指标上升了 其实债息上升的压力 也是有很大的空间 另外我们经常说十年两年债息的 美国国债的息差 很多基金经理或很多人都会知道 会跟长期失业的总数字 橙色那条线代表 是有关的 现在循环走势现在看得到 这个紫色那条线 将会准备拉阔由零 就是去年的时候 我们说的是度挂度挂元 通常循环就会拉上去拉阔 变成两年债息不会怎么动的时候 十年债息有机会向上 使得这个息差进一步拉阔 变成十年债息会有压力向上 这两次 过去两次美联储的议息会议也提到 用平均通胀的目标 表示会容忍更高的通胀率 而会维持低利率的政策 这也是对长债不利的讯号 这就是30年的债息 过去两个月已经从1.2%上升到1.5% 正在拉阔 譬如用两年三年就拉阔了 环球的疫情其实仍然未完全平复下来 不少国家仍然需要增加借态 使得经济可以有机会恢复 这图表显示对财政赤字 也会造成沉重的压力 这也是债息会进一步上涨的主要原因 当借钱增加的时候 怎样可以让更多人买为有息呢? 可能就会跑上了一点 我在2018年4月曾经写过一篇博文 就是说债灾是否会导致股灾呢? 什么叫债灾呢? 就是说息口涨得很快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造成债灾 那时候2018年4月的时候 我们可以回顾 譬如我们用了10年的债息 2018年4月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2018年4月的时候 息口尤其是由2016年开始一直向上 就是加息循环 我们会看到这些就叫做 债市进入雄市 然后一直走过几个月 看到债息就上涨了 其实当息口涨得很快的时候 譬如2018年4月的时候 会突然之间出现股市大幅下跌的情况 譬如我们现在预计股市大选之后会上涨 之前我们说过过去根据这么多次总统选举 其实10月的时候会比较波动 但是选举之后 知道结果无论是竞选连任的 或者挑战的决定之后 然后11月的股市也会上涨 现在的情况是预计股市大选之后会上涨 在险的市况有可能会让债息推高 直到基金经理觉得更高的债息 会使得有机会股票轮动 所谓回到避险的市况而出现调整 就会造成可能的股灾 我们一开始调整的时候 不会说股灾 调整再深一点 一成两成就会变成熊市的股灾 这可能就是说明年第一季 甚至乎是第二季的市况 现在也不要说得太远 应该也可能是先小跌 然后再有一个升浪也不一定 我们来看看短线图表的简单的数字 我们上一堂 不是上一堂 大概说三保顶 周线图的保顶是说3570 很多人都看到了 现在我们的周线图看到有这样的天线 3570也能到不了 一去到这些差不多超买区 其实已经有回头了 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在10月中的时候 也会使得中长线上涨的走势 会出现像这些波动 似乎今个月我们应该会看到 有一次低买的机会 现在耐心等候 虽然如果看一些即市来说 我们也看到很多这样的高沽的机会 也能掌握到 比如标期昨天在大部分时间 都在4小时 我很喜欢看4小时图的 10ma受制了 在昨晚美股开市时段 没多久就跌穿了4小时20蓝色这条线 3500之后就持续弱势 今天全天都跌了 美股还没开市 今晚已经跌了 短线的目标 4小时保底 这里已经到了3460 另外就是说 接着再到这儿有50ma 大概344几 这儿我预计会是一个支持 其实如果我们用日线图去看 3440这儿也是我们的支持 跌穿这10天平均线也会麻烦的 接着就可以有更大幅的调整 纳期比较波动大的指数 譬如我们又简单用4小时图 又是昨天已经看到有弱势 上不了了 这些全部都转换了 又是在昨晚美股开始时段 转换了这条大阴族一跌 4小时后昨天在12000一跌穿了 已经跌了 现在跌到20ma又穿了 现在我们的目标可能已经很快 可能会去到50ma 大概11700 因为这些纳期 你知道大家升得快的时候 回来也回来得很快 这些这么大棍 今天又跌得比较多 即市的时候很多时候 我想客户员都会看到这些一上去 小时图的保底 10ma这些波动地向下 我们当作是投期性的 讲讲期指 昨晚又是用4小时图 10ma昨晚又是这样阵下跌穿了 今天下午已经跌穿了 4小时的50ma 录音之前刚刚跌穿了 收市如果今天在10天平均线 24,200以下呢? 已经收了了 可能这儿已经反弹完成了 又要继续沉底 我们慢慢下跌20片平均线 在23,000 应该是24,000 我相信这些都是分水岭来到这儿 要看美股再下跌的时候 才有力度再下跌 美元指数 我们经常说这会影响了很多走势的图表 不知为何在4小时图又看到了很多 昨天到达了4小时 昨天上去的保顶之后 很大力回吐 又已经在日线图上 急速回落到50天平均线那儿 9320几那儿又有反弹 其实就是说今天下午 在路紧阴的时候又升穿了这些4小时50 那这些93、47 这些就已经上去 回吐 顶到这儿 一上回去又来过 这次如果你能穿到93、60几 那接着就啪啪声上去 全部其他东西都可以看着跌了 很容易我们去看看黄金 黄金前几天 急跌到这些4小时保底 一滚下去 这儿成交很大 我这儿看不到 有五万张大黄金期货 也是过去一个月最大的成交 通常这些有点意思 散货就订给你了 保底反弹上去4小时20ma 就好像到步了 下来又有回吐 现在我们暂时看 用4小时20ma 到保底可能是一个向下的通道 还是要看美元指数反向的波动 就是说美元指数涨 那黄金我们就预计会下跌 我仍然看过趋势 会觉得它以后应该去到1852下 希望可以去到18元 这个主观的愿望是这样的 最近的贵金属也有弱势 其实有时候交易员也会比较喜欢 即使做高沽 高沽的话一定要懂得 捆水赚钱 最重要的是我们稍后等到更好的长线买入的机会 我叫大家不要买了 继续不用买 我仍然相信稍后会有更便宜的机会 白银期货同样也是这些4小时 其实白银是比黄金更弱的 简单用20ma 4小时就大概24.67号左右 23.7到保底 做一些波动的区间 我会相信 也希望它可以下跌到20周平均时间 给大家的目标大概在这里 我画了大概23元的水平 这儿希望很多人都在买 大家等我吹鸡 我想到时候应该还可以再等 前天也有朋友说 我有看一个公用类股份 一直在涨 现在连跌三天 就告诉大家 其实原来真的有人在避险 其实这些公用股份狂涨的时候 你就要有戒心 为什么科技股又涨 公用股又涨 为什么呢? 大家用多了电 或者买多了东西吗? 不是的 可能提醒大家 股市可能有调整的领先指标 甚至乎 TLT 我说的息是正在上升的时候 美国长债的ETF到两三天之前 已经不下跌又有反弹 现在又会说股市避险的现象 这些十月的市况很难去做 我们也要用短炒就已经算数长线 我们仍然希望有更低的股票水平可以买 星期日周报会准备一些有关美国选举更多的资讯 如何处理还有两个星期就大选的波动市况呢? 密切留意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千万要记得上面全部说的都是投资经验分享 并不是任何投资建议 量力而为 不要用杠杆 独立思考 有问题继续简短发问 继续留意视频简介里的End Game 和雷曼系列 用来温故知新 最重要是大力点赞 订阅 按小铃铛 分享给其他关注自己财富的人 让他们知道现在金融市场发生着 是严重的问题 多谢大家时间,拜拜!